新北市议员洪家军与新北市社会局办理捐法活动 帮助爱友可以重拾自信回归社会 洪家军表示捐法者不分性别年龄 今年有好几位孩子都来响应 真的很感动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分享自己的爱来温暖这个社会 让爱不间断的延续下去 那每年我们都特别是跟曼多还有之前 有小平这边来办这样的活动 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协助很多的病患 其实他们要做一些化疗做一些医疗的过程当中 其实头发会掉 第一个生命还没有被打倒 信心已经被打倒了 所以我身边的同事 办公室的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伙伴 都曾经有过必须要接受医疗而掉头发的这个部分 来上班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每个人都很关心他 但是每个人的关心都对他造成一个压力 所以如果他要回到职场 回到我们的学校的之前 能够先把他的仪态能够打理好 我相信对他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柯庆忠也出席活动 并致政感谢状 柯庆忠表示 捐赠的每一束头发背后都编织着特别的意义和温暖 特别感谢主办人洪嘉军议员和新北市社会局的筹划 今年再度洗手民间业者和树人家商 一起办理如此暖心的活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小弟 他得到癌症 因为化疗灌症他头发都掉光了 结果他就告诉他妈妈说 妈妈是不是我在头发掉光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会离开这个人之间的那一天 那当然啦 对大人来讲就是想办法 看能不能怎么样让他可以调整心态 那也藉由这个社会局包吻协会来做一个媒和 才把这样的一个活法 媒和到这样的小弟弟的身上 那同时小弟弟也回馈给大家的一个 对他生命的一个承诺 就是说好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我会好好的让自己重新健康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当中就有很多很棒的一个故事 社会局表示从105年办理活动开始 累积至112年12月 受证法术达到370数 超过236人捐赠 所有捐法将透过癌症肿瘤患者辅助协会 制作成假法提供给有需要的癌症病友实用 陪伴他们更有自信的回归社会 记者有根基因新闻常报导